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奶酪,推荐的电影呱呱叫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影片是一部超级讽刺的黑色幽默电影 将人性的丑恶尽显无遗的杀生 在大山深处有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因为村子里常出现长寿的老者,顾名长寿镇 有一天,传闻长寿镇出现了奇怪的传染病 一时间,全镇人心惶惶 外面镇上派了任医生前来给大家诊病 任医生发山越岭来到小镇 在镇口外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牛街市 他人被扔在镇口外等似 牛街市人如其名,身体街市的像个小牛犊 因为这点让任医生对他印象深刻 任医生以为牛街市是染了病 于是就把他背回了村子里,打算给他治病 但是全村人看到牛街市回来,全都十分不满 一致抱怨,是牛街市让村子里染上了病 连带着任医生也被前奴上了 被逼无奈,任医生只能带着牛街市离开 最后,奄奄一息的牛街市还是没救回来,咽了气 说回牛街市,他是长寿村里唯一的一个外来人 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商贩 很久以前在途经长寿村的时候,突发疾病去世 于是牛街市就被留下来了 被长寿村最长寿的老祖抚养长大 牛街市从小就生性顽劣 在村子里各种捣乱 经常偷看小眼镜和街生婆两个人偷鸡摸狗的事 而且呢,这个淘气包还偷肉铺的肉 还在全村人视为胜水的泉水中洗澡 种种行径让全村人追着他,人人喊打 但是牛街市身体结实的 即使被套马带打,滚落山崖 再被任医生的车撞一下 还是啥事都没有 拍拍挥起来,接着回去祸害大家 他在井水中下了给驴吃的唇药 村里人喝了水乱成一锅粥 整个村子都癫狂起来 更过分的是,他还差点就要给超过村子长寿记录的老祖喂救 虽然最后医生证实,老祖的死与久无关 但是破坏了村子长寿记录 这个黑锅还是算在了牛街市身上 老祖死了,村里人要为其举行海葬 一直被安排伺候老祖的马寡妇 被村里人要求殉葬 就在马寡妇沉害的时候 牛街市出现救了他 他在众目愧愧之下 把马寡妇带回了自己家里 从此两个人就住到了一起 村里人对他恨之入骨又束手无策 此时,在外流血的牛医生回村了 牛医生和他本来就有旧仇 以前因为牛街市老去他家偷香肠 他把自己家的窗子封死 因此导致了自己的外公外婆窒息而死 他问村里人想不想除掉牛街市 村里人一开始还犹豫 但是在他的股东下 大家都同意了配合他整整牛街市 他在众人面前悬挂了四个大字 心犹竞生 这就是他的计划 全村人配合他给牛街市演一场好戏 从那天起 村里人对牛街市就变得奇奇怪怪的 总是明里暗里的说他身体出了的问题 牛街市和小孩子扳手腕 村里人按做手脚 让小孩子赢了牛街市 牛街市自己也疑惑了 是不是自己身体真出了问题 路过肉铺时 一向跟他不合的屠夫 居然主动送肉给他补身体 当然 这块肉事先下过了毒 好在牛街市急贼的选了另外一块肉 才又躲过了一些 但是 他是一顿饭腾 把有毒的肉混在了肉堆里 连屠夫也分辨不出来了 晚上镇子里举办了一场婚礼 牛街市穿着黑袍去参加 结果 他把新郎家祖坟里的镯子刨出来 当做了聘礼 新郎愤怒的要揍他 结果被村长拦住了 村长用诸葛湖给他才倒酒 但其他人喝的都是水 只有牛街市喝的是醉裂的白酒 不服输的他旨意和大家拼酒 结果喝得人事不行 在众人的假意关心下 牛街市以为自己身体是真出了问题 牛街市日渐精神崩溃 只有屠夫的儿子小牛 愿意告诉他真相 他让牛街市不要相信任何人 但是 他还没说几句 就让屠夫和牛医生 捉回去关了起来 为了赔罪 屠夫送了块肉给牛医生 可能是造化弄人 牛医生竟选到了有毒的那块 这边牛街市回家意外发现 马寡夫怀了自己的孩子 可马寡夫知道 村里人暗算他的事 于是他把两人的定情信物 塞给牛街市 就让他赶紧离开 但是我们的这个牛街市 自己在屋子里思考 这两天发生的事 百思不得去解 这时 他听到屋外嘈杂的声音 向外看去 发现村子里壮士的小伙子 都光着上身在雨中庆祝 为了证明自己没病 牛街市也加入了庆祝的队伍 别人都背地里有衣服和浆汤 只有他淋了整场雨 过后果然发现了高烧 在牛医生三言良语的跳泊下 牛街市以为自己命不久矣 其他人也很快知道了 寡妇怀孕的事 牛医生告诉大家 孩子和牛街市只能留一个 为了救自己的丈夫 寡妇拿走了大胎药 幸亏小牛及时告诉了牛街市 众人的阴谋 他才及时回家拦下了寡妇 他知道自己害孩子只能留一个 他哀求寡妇留下孩子 让自己去死 被全村人联手谋害 让牛街市彻底失去了往日的生气 他爬上楼台 祈求大家不要再整了 第二天 他拖着自己的棺材 挨家挨户的道歉 走出村子 他听到孩子出生的啼哭 他了却了心愿 安静地躺在自己的棺材里等死 可牛街市真的是万恶不赦吗 众人看不到的另一面 是牛街市偷看小眼镜和街声婆 是因为两个人不是父亲 他只是想阻止两人继续再错下去 而经历的药也只是普通的肥皂粉 是村里人自己把罪恶的欲望 推给了牛街市 村里长寿的秘密 是要长寿老人 在人生的最后过得生不如死 只有牛街市真的想让老祖开心 杀生如其名 杀掉一切生人 在一个闭塞的村子里 与生俱来的牌外 让无辜的牛街市变成了重视之地 这是人性的恶 其因为群体行为 而伪装成了所谓的功力 那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小奶烙该和大家说拜拜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